這邊有一個筆子 下面這邊有一個筆子 筆子 就通通按照灰子 筆子 放在上面 再第二顆 放在這邊 再來 這邊有一個筆子 就這樣 好 慢慢慢慢的 採收小米有技巧 卡拉魯朗部落長輩 很有耐心的講解如何採收小米 這位長輩採了第一顆小米後 大家才開始入戲採收 跟其他各族群一樣 才收小米都有相當多的禁忌跟規範 我們要去收小米 大家說擺對著這樣 整齊這樣 比如說你家裡人有一個懷孕 的話你要先去拿 先拿 拿一個 就拿完了 我們大家都一起收 收完 就一直這樣收下去 在收小米的過程 沒有辦法喝水 等到休息 就在家喝水 就要喝那個 油和辣椒的那個水 很多部落其實已經沒有種植小米 所以到底如何採收小米 年輕世代都半不了解 現在也只能讓他們體驗 體驗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很好採 然後一開始也會不知道要採哪一個 可是聽那個伯伯講的時候 就知道哪一個要採 然後也了解到很多關於部落小米的事 在現在很少的機會就是在那邊採收小米 就是正在有封田季前面這一站 採收小米就是學一下 服務教的一些東西 讓我們都可以知道採小米的一些 一些過程 為了長城部落文化 卡拉路蘭部落 借用部落主人一塊土地 成立農場 讓部落青年會成員親自種植 照顧到說割小米 所以這次我們是希望說在協會這個部分 去辦那個馬勒馬農場的原因也在這邊 那希望就藉由這次的這樣的計畫 讓我們的部落的更多的人可以去重視 小米在我們整個在我們自己的 屋主的族群裡面 就是很重要的我們的主要的食物 我已經說瓦污呢 瓦污的意思是 人的靈魂 瓦是瓦汪的意思 瓦污是活 所以這個瓦的誕生 是ider無主 是天主赐给这个无准的祖情 小米不只是食物 更是具有神圣性 长辈跟布朗年轻时代 讲解采收小米每一个步骤 都有它的意义跟经济 不能够触犯 而这块小米田 成为卡拉路兰部落 传说小米文化的重要场义 就在把握台东寺才把报道